首次带领沙拉越国阵征战周选的丹斯里阿德南高奏凯哥 在82个议席中横扫72席 对于这个成绩 阿德南坦言出乎他的预料 不过他表示 选民通过了选票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城市选民拒绝在野党 国阵主席拿多斯里纳吉则表示 沙拉越子民接纳消费税 并且将它视为发展沙州经济的好策略 阿德南昨天晚上在周选成绩出炉后 第一时间宣誓出任首长 随后他陪同首相纳吉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于阿德南旋风横扫72个州议席 阿德南表示 虽然选前的分析显示 国阵可以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 但是他没有想到可以拿下87%的席位 国阵狂胜之后 据有记者询问阿德南 有关委任华裔副首长的课题 他以传道桥头自然职做出回应 另外国阵主席兼首相纳吉则表示 这次周选的成绩显示 城市选票已经回流国阵 纳吉表示 沙州选举成绩将能壮大 国阵的声势面对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因为这场选举的结果显示 在野党以消费税打击国阵的做法 已经失败 沙拉越子民了解为什么政府需要 推行消费税 因为它可以为沙州带来发展 比如新建泛婆罗州大道 尽管沙州选举已经落幕 纳吉承诺联邦政府将会继续同州政府商讨 在符合宪法的范围内赋予沙州更大自主权 NTV7综合报道